全球大視野中天的優質國際新聞 我們開會人囉 歡迎大家 嘉惠元成為全球大視野的一份子 支持應援123 訂閱按讚嘉惠元 全球大視野直播線上見 說到了塞爾維亞 中國人絕對不會忘記這件事情 在清明時期 來看到中國大陸駐塞爾維亞的使館 在中國駐南斯拉夫聯盟大使館的就職前 舉行了平調儀式 再上什麼呢 北約轟炸當中犧牲的三位烈士 貢獻花圈 敬獻花圈 有非常多人前來調念有上百人 在上個月24號也是北約轟炸南聯盟 23週年紀念日 當年北約欠大陸一筆的血債 1999年5月7號 也就是北京時間的8號深夜 大陸駐南聯盟大使館 遭到美軍多枚精準制導的炸彈襲擊 三名記者犧牲了 20多名的外交人員受傷 管社是嚴重的毀壞 遇難的這三位就是 中國大陸烈士 他們是新華社的記者 邵雲環 還有光明日報的記者 叫做許信虎 還有朱穎夫婦兩 23年前大陸記者 他們用生命 用鮮血 記錄了這段歷史 塞爾維亞總統武器器就說 從北約在1999年對塞爾維亞進行的侵略行徑表明 對北約來說他們經常談論的道德跟價值觀根本不存在 他還說在23年後的今天回頭看 您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19個北約成員國轟炸南聯盟的行為是多麼的可怕跟荒謬非法和不道德 他也痛批說北約指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多麼愚蠢可恥的 有人提醒過他們曾經幹過類似的事嗎 甚至還更加惡劣的罵 說到啊 該不該讓烏克蘭加入北約 德國立場可以說非常的一致 來看到是美國華爾街日報三號有披露 德國總理肖茲曾經在俄烏開戰的爆發前幾天 就告訴你澤倫斯基了說 放棄加入北約 換取和平吧 結果遭到澤倫斯基當場拒絕 因此引爆了這場戰爭 所以您覺得除了俄國 美國跟烏克蘭 針對這場戰爭是否也該負責任呢 來聊天室互動一下 俄羅斯其實在二月二十四號 軍事行動烏克蘭前不到一周的時候 肖茲呢 其實就積極的斡旋而誣 盡最後的努力 當月的十九號的時候 澤倫斯基出席了慕尼黑安全會議 期間呢 就跟肖茲有非正式的會議 結果肖茲當面跟他說 烏克蘭啊 你應該放棄加入北約 而且宣布中立 作為呢 西方國家跟俄國中間 最廣泛的歐洲安全協議的一部分 這個協議呢 可以由誰呢 俄羅斯總統普丁啊 跟美國總統拜登來簽署嘛 共同來保障烏克蘭安全 不過 澤倫斯基拒絕做出讓步 而且還有 以及避免衝突的提議 他還說無法相信普丁會遵守諾言 而且呢 大部分烏克蘭人 都是希望能夠加入北約的 澤倫斯基的回應呢 令德國高官真的很憂慮 和平機會正在消逝 果然是如此的 澤倫斯基执意要加入北約 尤其是在三號晚間的時候呢 他還質疑 十四年前的北約峰會 有機會同意讓烏克蘭入盟的 但是呢 據傳是當時誰呢 德國總理梅克爾 還有呢 法國的前總統薩克齊 他不願支持澤倫斯基 甚至呢 也點名 說邀請這兩個人能夠來訪問布查 還在利用布查這事情說 親眼看看那些被折磨的烏克蘭男女 但是澤倫斯基有想過 如果當時就同意讓烏克蘭加入北約 這個戰爭會不會當時就引爆戰爭呢 被呢 這個澤倫斯基點名 說 就是你梅克爾啊 都是你這個法國的前總統薩克齊 不讓我加入北約嘛 其實呢 梅克爾啊 他有透過呢 他的發言人有做出相關回應 他說呢 梅克爾是非常支持 2008年他們相關的決議 而且呢 支持國際社會 現在能夠一起努力來結束 俄烏戰爭衝突的一切努力 請大家一起支持週天新聞臉書 按讚 追蹤 一起支持守護監督的力量 國際制裁的簽署了命令 他暫停呢 俄國對歐盟啊 以及若干國家 比如說哪裡呢 像是挪威啊 瑞士 丹麥 冰島的 簡化簽證簽放的機制 另外呢 俄國的總理 也就是呢 米蘇斯基 他說呢 俄國打算在九號之後 結束來往五十二個友善的國家的 航班禁飛令 當中包括了中國大陸 阿根廷 南非 阿爾及利亞 黎巴嫩 還有巴基斯坦這些國家的禁飛令 都會一併的解除 另外呢 普丁也要求說 用蘆布來買天然氣嘛 這就是所謂第三個戰爭 也就是金融戰的反撲 比如說歐洲現在看起來是接連讓步了 當地時間四月四號來看到的是 拉脫維亞呢 其實他們有一個天然氣公司 發表了一個聲明 也就是呢 他們說 說不排除要用蘆布 來購買俄羅斯天然氣的可能性 拉脫維亞的天然氣公司 在聲明當中有表明喔 說以俄羅斯用蘆布 來買這個俄羅斯的天然氣 並沒有違反這個相關的規定 沒有違反俄羅斯的這個 相關制裁的規定 因此呢 這個舉動可以是可行的 目前公司方面也正在從法律啦 商業的角度來進行評估 更別說呢 開第一箱的並不是 並不是拉脫維亞 而是呢 斯洛伐克 來看到斯洛伐克的經濟部長呢 蘇利亞 他其實在三號就宣布 斯洛伐克同意使用蘆布來支付 從俄羅斯購買了天然氣 他表示呢 俄羅斯天然氣佔了斯洛伐克 天然氣進口量的85%這麼高耶 因此斯洛伐克呢 沒有必要在天然氣的貿易上 他必須要保持是務實的態度 那目前歐盟所需要天然氣 大概是40%要從俄羅斯進口 大部分都使用歐元結算 俄羅斯總統普丁3月23號有宣布 俄方向歐盟成員國 這些不友好的國家跟地區嘛 供應天然氣要改用蘆布結算 這個機制呢 還是允許買家 可以用合約貨幣支付 比如說歐元 那之後呢 才由俄羅斯的天然氣工業銀行 去兌換成蘆布 3月31號的時候 他呢 其實就已經宣布 這件事情4月1號要來實施了 那不只如此呢 克里姆林宮的犯人 佩斯科夫也說 總統普丁要求用蘆布 去購買俄羅斯天然氣的做法 這只是一個model 這是個原型 蘆布支付的機制 未來還會擴大到 其他主要的出口商品上 他說呢 西方決定凍結了俄羅斯央行 三千億美元的外匯存體 這就是無意搶劫 會加速全球儲備貨幣跟美元 歐元脫鉤的速度 他說 克公致力在用新的體制取代西方建立的強權 就是一九四四年建立了布列登森林計畫 金融架構 金融戰 俄國被說用反手 將了美國跟歐洲一局 另外呢 俄羅斯為了突破困境 現在呢 也積極的向中國大陸求援 比如說俄美有披露 中俄打算要建立一個單一貨幣機制 那俄羅斯的衛星通訊社有報導說 俄羅斯為首的歐亞經濟聯盟跟大陸舉行的線上會議 那雙方有協議要打造一個單一貨幣機制 建立一個新的國際貨幣的金融體系跟新制度 那會是一個參考的貨幣 會有一籃子的創始會員的貨幣所組成的 這個構想出自誰呢 很關鍵 他出自於是俄羅斯的總統普丁的親信 歐亞經濟聯盟統合宏觀經濟委員會 葛拉切夫 他的意見 他表示說 現在因為全球經濟停滯了 歐亞經濟聯盟跟中國大陸也受到限制的共同威脅跟風險 我們提供專家定期的對話 在聯合措施方面的務實合作 與會人員也要討論 該聯盟跟中國大陸 比如說在燃料 能源 還有資源 技術 這些大宗商品這些領域的合作 共同要應對的是外部的經濟壓力的措施 專家表示 俄中希望能夠藉此取代 用美元為中心的布列登森林體系 希望能夠吸引一帶一路的國家 還有哪些呢 像是上海合作組織 還有東南亞國協這些成員能夠加入 而哪些國家也很有興趣呢 伊朗啦 伊拉克啦 士利亞 黎巴嫩這些國家 都很有興趣 更別說之前什麼伊拉克啦 伊朗啊 這些很多都被美國制裁 前立委雷倩就說 中俄要打造單一的貨幣機制 大陸有市場 俄國有能源 中俄還有雙邊的清算互算協定 這都是挑戰美元霸權的關鍵啊 3月11號的時候我們看到了一個新的報導 這個報導呢 就是歐亞的組織 他們開始說這個歐亞經濟聯盟說 他們跟中國大陸開始討論 新的國際貨幣以及金融體系 這個新的國際貨幣跟金融體系呢 將來會有一攬子的貨幣 那這一攬子貨幣如果都是現在的這些歐亞經濟聯盟的國家 其實他們相對的薄弱 雖然有中國大陸還是不夠強 所以說當俄國的盧布開始錨定這些大宗商品的時候 這一攬子貨幣也會有一些基本的支撐 那我回頭講一下為什麼這件事情我認為是一定會發生 也就是說一開頭國內的保衛戰完了以後 貨幣戰已經開始進行 就是把貨幣重新回歸到錨定商品的價格 第三然後跟美國的越來越虛的美元來做對抗 第三個的金融戰就是金融體系交易體系呢 也會發生是因為長期以來 從2009年中俄就有雙邊清算的協定 然後在2014年中俄有貨幣互換協定 雖然說2點多在國際的儲備貨幣 或者是整個國際現在用人民幣來做支付的比例還是非常小 但是它會跟著中國大陸的跟國際貿易的成長 以及它一帶一路國家的成長呢 它會直接的往上跳一兩個層級 同時如果說很短期之內 俄國跟中國真正會重新建立一個新的國際貨幣跟金融體系的話 這個是一個以經濟為核心的 是實打實的 它不是建立在一個國家信用跟信任之上的貨幣體系 那這個貨幣體系跟它交易的這些對象 很可能就是第一其他的被制裁的這些資源國 最簡單的說譬如說伊朗 像二伊圖在2018年就說我們要越過Swift 因為我們被制裁的太慘了 所以伊朗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資源國 第一個是其他被制裁的資源國 第二個是其他希望去中國大陸市場跟俄國市場的這些國家 譬如說剛才大家也提過的沙烏地阿拉伯 他們的石油因為想要在中國大陸做 那個石油跟它的工業一體化的投資 所以它就開始用更多的用人民幣來結算 還有提供它的石油天然氣 第三個就是跟中國大陸貿易非常龐大的國家 因為它會使用人民幣 其實近二十年來 美元在全球市場的外匯儲備當中所佔的份額 可以說一直是下滑的趨勢 從世紀之交多少達到了百分之七十 下降到了二零二一年第三季度百分之五十九 第四季度則是來到了五十八點八億 你看一路的下降為何會如此呢 各國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多元化值的關注 而且來看到的是流出的份額四分之一都流到哪裡了 流到了人民幣的儲備去了 這也反映出隨著大陸市場的流動性 還有活力不斷的增強 因此人民幣對境外投資者的吸引力也是與日俱增的 二零一九年路透社有報導說 出於避險美元的考慮呢 緬甸政府已經聲明了 要開始接受人民幣作為跨境貿易的官方結算的貨幣 在最近一次大家討論很多的就是石油大國 沙烏地阿勃沙特也要積極呢 跟中國大陸談判 部分的石油交易用人民幣來結算 比如說百分之二十八左右的 這無疑也是削弱你美元 在全球石油市場的主導地位 而且標誌著沙特這個全球第一大的石油的出口國 再次向亞洲來靠攏 美國的全球安全分析主任呢 蓋爾拉他也說 這個石油市場啊 是一個呢覆蓋全球的商品市場 是美元儲備貨幣地位的保險單 如果你從這個牆上 把這個石頭給拆下來了 那整面牆都會開始倒塌 意思美元霸權恐怕呢 慢慢要解體了 那瑞士信貸銀行的短期利率的策略全球負責人呢 佐爾坦他也說呢 未來國家或許會不再用傳統美元形式的石油儲備 而是呢轉向一種新的系統 用數字貨幣啦 或者是黃金啊石油 這些其他的大宗的物品來混合 作為新的資產的儲備的形式 專家有預測說出於外匯儲備多樣性的目的 大陸呢也有可能大舉是購入目前受到打壓 而低價出售的俄羅斯能源 使得石油這些大宗物品呢 成為大陸外匯儲備的組成的部分 也就不要用你美元了吧 也減少依賴美元的風險 至於呢去美元化浪潮會是人民幣的機會嗎 大家很關心啊 尤其是ING的銀行 大中華區的首席經濟學家 彭艾饒 他有說美元的信用呢 是受損的 和市場的不穩定 讓全世界呢 這個避險資金的目光 轉向了其他的儲備形式 而大量資本避險需求 給人民幣呢 一個國際化提供了很重要的契機 目前烏克蘭局勢不明嘛 人民幣在亞洲越來越受到 視為是避險貨幣 而一位呢熟悉香港銀行業的消息人士也說 一些投資者已經開始出售新興國家資產 購買的是大陸的資產 美國聯準會主席鮑爾呢 其實他也在三月初的時候 聽證會當中有發言說 烏克蘭戰爭可能會加速人民幣替代美元 作為主導國際貨幣的腳步了 另外人民幣呢 在全球外匯儲備呢 佔比持續的增加 大陸的央行推廣數位人民幣 在十加一的既有的試點之下 最近在增加十一座的試點城市 至此呢 數位人民幣的試點城市 已經涵蓋了大陸四個直轄市 隨著呢試點範圍擴大 數位人民幣也加入融入了大陸生活 比如說第三批的試點城市包括什麼呢 天津市 重慶 還有廣州市 福州市 廈門市 以及浙江省 承辦亞運的六個城市 像是呢 杭州 寧波 溫州 湖州 紹興 京華 之前的試點有什麼呢 上海海南 長沙西安 青島 大連深圳 蘇州 還有雄安新區 成都實地 以及北京冬奧會場等等的 在去年的時候呢 組建成立五個軍團之後 目前來看到是華為最新舉行的 第二批的十個軍團組建的成立大會 華為創辦人兼CEO任正非 華為的輪職董事長孟晚舟 都出席到現場 這一批的軍團呢 共包括十個軍團 分別什麼呢 電力數字化軍團 還有政務一網通軍團 另外呢 機場跟軌道軍團 以及是互動媒體軍團 運動健康軍團 顯示星河軍團 還有園區軍團 廣域網絡軍團 數據中心底座軍團 以及數字站點軍團 任正非在會上講述了軍團的來源 而且表示當前是國際風雲變換 我們華為這邊面臨著越來越嚴苛的打壓的時候 華為要穩住正腳積極的調整正行 堅定的為客戶創造價值不能動搖 所以要採取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 根據陸美報導 中國大陸監管當局要同意說 美國監管機構全面取得在美上市的大陸公司審計報告 大陸這個做法非常關鍵 外媒解讀大陸當局呢 是要計劃修訂多年行之有年的規定 很可能因此消除美國監管機構 獲取在美國上市兩百多家中資公司審計報告的重大障礙 從而化解中美兩國政府在這個問題上 歷時數十年的爭議 實際上美國監管當局已經做出了決定 要求所有在美國上市的公司 包括來自大陸的公司 必須要在二零二四年完全合規 否則就會被清除出美國的股市 就摘排名單 而大陸的監管會當局重大讓步 也被解讀是要最大限度的降低中概股 從美國退市的風險 消息一出真的是震撼金融界 熱門的中概股也在四號收盤集體大漲 漲幅最大的叮咚買菜漲跌 漲幅是達到了百分之二十八 還有一仙電商也漲得超過百分之二十三 就連愛奇藝也有百分之十六的表現 騰訊阿里巴巴等等 也都漲幅將近十個Percent 說到了錢 城市金融機構各項的存款餘額 又叫做資金總量 反映出一個城市 對這個所謂資金的吸附能力 來看到數據顯示 北京上海深圳的資金總量 都超過了十一兆人民幣 處於是第一梯隊 這三個城市 也是中國大陸三大全國性的金融中心 三城都擁有全國性的要素市場 交易體系 譬如說證券交易所 以及較大的金融機構的總部 包含是大銀行 證券 保險 基金 信託機構等等 收到的錢來看到 美國發言人 也就是沙琪 在五月的時候 要從白宮離職了 那要加入是NBC環球集團旗下的媒體 MSNBC主持一檔節目 而且擔任政治評論員 不過沙琪目前沒有證實這項消息 一家呢美國網沒有報導說沙琪一直在跟白宮討論他的辭職的問題 不過受限於公職人員的規範 沙琪目前還沒有簽署任何新的工作合約 但是在呢 MSNBC的工作討論已經進入到最後的階段 華爾街日報也引述消息說呢 MSNBC還有CNN一直都在爭取沙琪能夠加入 沙琪過去呢曾經在川普執政時擔任過CNN的政治評論員 說到了這個媒體來看到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CNN有報導 即將在下個月出版的 由美國紐約時報兩名記者來進行的新書爆料 美國總統拜登呢 私底下對傳媒大和梅奪呢 還有他擁有的媒體Fox News很不滿啊 他曾經分別用世界最危險 還有世界最危險之外呢 美國最具破壞性這些說詞來形容他 好我們回到了上海這個地方 大家都很關心上海加油 上海的疫情全面爆發 4號呢更是新增了本土268例的確診 以及無症狀感染者來到了13086例 而上海政府呢也宣布 上海也會在當天完成第一輪 全市2500萬人的核酸採檢 從4月2號的時候 大陸副總理來看到的是 孫春蘭從吉林呢 趕赴到上海 那進行的相關疫調啦 還有呢防疫的工作以來 中國大陸全國的防疫力量 正在集結在上海 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 昨晚發布消息 上海昨日核酸採樣工作基本完成 還將進行檢測覆核研判等工作 在相關工作結束之前 將繼續實施封控管理 上海官方的聲明也指出來說 因為陽性感染者的數量居高不下 為了防止疫情繼續擴散 政府會盡快的實施社會面的清零 而且強調在刪減結果出來之前 民眾啊必須要嚴格的落實 足不出戶 那我們大家一起刷一排上海加油 旺旺水神抗菌疫 它在呢整個的霧化器裡面 就持續的噴霧清潮 非常安全也不會傷身 你直接呢接觸你的肌膚 也都沒有問題沒有疑慮的 可以上快點GO 還有這邊呢有蠟七的推薦代碼 CTI567 CTI我蠟七 可以享有折扣優惠 請大家好好把握囉